来自乌拉圭的这名男子呢 18年前他来台湾的时候 爱上了一个台湾女孩 两个人呢 后来陷入爱河 结婚生小孩 但是呢 因为他预期拘留 他怕身份曝光 18年来躲躲藏藏 终于在昨天拿到了外桥拘留证 再也不用躲玻璃式大人了 开心地拿着拘留证 眼前这位来自乌拉圭的杨查理 不仅为爱走天涯 还为爱躲警察 期待多久了 几年了 好几年 终于等到了 终于等到了 他现在的心情 看到这家库的心情 很开心啊 真的很开心 18年前 从乌拉圭来台 投靠解释了杨查理 爱上台湾女子杨雅辉 两人在一场运动会上认识 一见钟情 陷入爱河 不仅结婚 还生下两个小孩子 看到警察会害怕 会啊 会啊 就是大林犬的时候 会怕 是怕会被他拦下来 对啊 那现在看到警察呢 那还好啦 比较放松了一点 等我驾照靠好了以后 就不会怕 不光是躲警察 夫妻结婚 即便举办了家族仪式 但就怕预期拘留身份曝光 后来躲了18年 妻子终于动尾条 经过外籍配偶 家庭中心的协助下 两人提供当年结婚的人证 物证 终于在今年1月 不办理正式的登记仪式 因为他只要有警察被盯到 他就会跑到花莲去 看他 投稿他姐姐 那他那边没事 他又回来这样 对 他都是对 他比较辛苦 其实他压力很大 查理预期拘留 被罚了1万元之后 在4月初离境 再返台 并且顺利拿到外桥拘留证 有人说这对夫妻的外形 像是地虎 嫁给天龙 但不管如何 台污之恋 终于修成正果 可以正正当当 在外见面 就是寿子杨基隆 综合报道